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來風琴奇俠也有夢嗎 沒錯 因為風琴奇俠也做過學生 而且我做琴的夢是源自我小時候 今天跟你講一個比較長篇的故事 但也跟Stamp很有關係 上個月卡洛斯上過香港電台第二台 接受過藝民谷李小姐的訪問 當時他問卡洛斯你做那麼多樂器 你第一件做的樂器是甚麼 在節目中我已經講過這個故事 原來在澳門讀小學的時候 我小時候已經自己買一套電子琴套件 看接出來變成一個小型的電子琴 直至中三來到香港讀書 當時電子電機科學老師就給了一個題目 就是要做電子琴 於是卡洛斯以為自己小學就做過 很冷靜地設計了一部玩具琴出來 還用木頭做出這樣的琴套件出來 很可惜我上頭太大了 到學期尾的時候我完成不到 反正我有些很聰明的同學 他拆了一個自己的玩具琴 拿了琴套件出來接駁了線路 他們反而成功了 所以這件事一直成為卡洛斯的情緒結 我一直一直都很想做一部自己的琴套 在這裡我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叫做管風琴 管風琴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型的鍵盤樂器 在西方甚至有樂器之王的稱號 如果說它的初型 就在公元前已經有了 但是發展到歐洲的十七世紀 就是它的全盛時期 管風琴的設計真的很聰明 因為要靠這些槓桿、蓮桿 去驅動活塞打開音管 以前更加要用人力鼓風來吹動管 當然到了現代 就變成了電動壓器式 卡洛斯在世界各地 都參觀過很多的管風琴 而這部安裝在青島聖尼亞爾主教助堂的管風琴 就是當年德國人所製造的 它有兩排主琴鍵和一排腳琴鍵 在左右兩邊各有幾十個音山 用來改變和調教管風琴的音色 不如再等卡洛斯嘗試一下演奏給大家聽 看下部管風琴很風光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聖堂位處的青島非常近海 濕氣很重 所以參觀的時候 本堂神父都在埋怨著 琴又不合音了 而一部有千多支管的管風琴 調一次音花很多時間 而且非常昂貴 講了這麼多有關管風琴歷史 大家應該明白到一部真的管風琴 在香港的地理環境之下 是很難製作和很難生存的 為了求證這件事 卡洛斯也曾經自己親手去製造 四方的無枉管 而利用氣泵推動發聲 同樣發現 在香港潮濕環境之下 是非常之容易走音的 亦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很多管風琴演奏家 他是沒有辦法在香港練習管風琴 而當年有一個朋友 他準備在文化中心演奏管風琴 而根本找不到機會練習 所以卡洛斯就有個想法 純粹在學校幫他製造一部管風琴出來練習 同時亦都圓了我小時候想做琴的夢想 當年做出來這部管風琴 幾經波折修改又壞又修理 到今時今日都傳在我舊學校的音樂室裏面 今天就借了一些我臨離開之前 去修理這部管風琴的片段 跟大家講解一下 究竟一部電腦管風琴裏面有什麼原機 在未解釋我製作的電腦管風琴之前 我們一齊來看一下電子管風琴先 正如我之前所講機械的管風琴這麼難生存 所以神這麼早 電子管風琴就應運而生 這些琴和一部電器沒有什麼分別 裡面有一塊電腦板 彈琴鍵就會出管風琴的取樣聲 就是這麼簡單 私人或者聖堂買一部回來 便宜的幾萬元 貴的幾十萬至幾百萬都有 可以用到很多年 但是聲音就沒得改變了 所以很多老教堂用了幾十年的琴 又不捨得丟 又覺得聲音沒那麼好聽 那怎麼辦呢 幸好大約十幾年前 就出了這個軟件 叫做Hardwork 其實它原理 跟一般音樂的取樣軟件 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將一些真的管風琴聲 錄了進來 然後讓你隨意去使用 但是由於它是專門為管風琴而設計的 使得世界各地 很多人都在製作自己的管風琴 製作的方法也不算很難 只需要將幾層鍵盤 或者加上腳鍵盤 用我曾經介紹過的MIDI接駁技巧 摺進去電腦裡 只要電腦運行了Hardwork 它便搖沙一邊 變成了一部功能強大的管風琴 不單這樣 因為Hardwork 除了出主程式之外 還會出取樣音源 而且第三方也有音源可以買得到 用了電腦做宿主 即是你的管風琴的音源 是隨時可以改變得到的 所以現在國內國外 很多教堂都在考慮 用這個新方式來製琴 而風琴其後卡洛斯 也都是用這個方法 研究了很多款的管風琴出來 但看回我舊後這一部 就十年前做好了 由於是我的早期山寨作品 所以很多地方都出現問題 首先就是鎖定腳件的膠條 當年用了這些澳洲版 質地真的不太好 所以我拆了它出來 然後嘗試用激光切割 剪一塊新的材料取代 至於用來檢測腳件按下的磁網管 當年是用了玻璃管 很多都爛了 我就買了一批新的塑料磁網管 來取代它 30條的磁網管 逐條逐條剪下來 逐條逐條更換 而磁網管的位置調教 非常效功夫 稍為位置不正確 按下去就會長響 而這些情況 是一些有品牌的電子管風琴都會出現的 經常都要找人保養為數 接下來我要為這部管風琴做的 就是加回一個電子抱架 其實所謂電子抱架 就是一個顯示器 我用木塊做了一個框 把它裝陷下去 木塊染了顏色 跟原來的顏色相約的 之前這部琴的兩個音量搭板 都踩爛了 我就再重新做了一對 而檢測音量搭板數值 都是用一塊普通的Arduino Uno 安裝好搭板之後 試驗一下 音量搭板搞好了 就要搞鍵盤了 有一點美中不足 就是這些鍵盤都不是自己做的 是買回來的一些MIDI鍵盤 如果不打算更換 可以做的只能夠是調教一下彈弓的彈力 1 2 3 好 最後我們還要一起維修抗音部分 以及裝上整部琴 最後我當然要做一個總測試 示範所有功能和音色 以至於所有音山按鈕 是不是都正常操作 音量搭板 還有就是腳鍵盤 以及上下鍵盤 是不是都能夠順暢地使用 補充一點就是 我們都可以用彈電子琴的手法 來彈管風琴 即是不一定彈古典音樂 彈狼音樂都可以的 看完修理過程之後 大家應該明白到 這個電腦管風琴 是比較適合在現代的聖堂裡生存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卡洛斯在香港和澳門都做了好幾部琴 去滿足聖堂和個人練習的需要 但你看到當時我做的琴 都是買現成的鍵盤做出來 所以嚴格來說 都不能完全滿足我小時候的夢想 因為當時我是要做自己的琴鍵 所以你問風琴旗有卡洛斯 我還有夢想嗎 沒錯我還是有的 最終我必須要自己設計 和生產出自己的琴鍵 和在譚理禮訓中 帶動我的學生 真真正正由零開始 做一部管風琴出來 想知道我的經歷嗎 請繼續留意我們的影片